美国 日本 南韩 那么现在说合作 一起合作 那美国的副国务卿就还强调说 针对什么 针对台海的问题 也是高度的在关注着 华府同意和两国合作 确保一旦中国武力犯台 台湾能够自卫自我防卫 还说对台的立场 多年来是维持不变的 可是呢 现在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对台 是全新的作战实验了吧 这是利用民用滚装渡轮 第一波抢摊 这个要请教一下帅将军了 他这个专家有说 中国大陆可能会在渤海黄海 进行联合登陆作战的模拟 这滚装船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船本身有斜坡 船停套在码头边的时候 可以用自己的动力 把斜坡架在码头上 车子就可以自行驶入到船舱内 来停放了 那这次被动员的 其中一艘渤海钻珠号 排水量有35,000吨 一次可以遇一个营以上的海军陆战队 与上百辆主力战车 自走炮装甲车 以及后勤的车辆 所以会不会未来真的会利用 这个所谓的民用滚装渡轮来抢摊呢 我首先讲 多年以来中国大陆就是登陆 书运陆军部队的登陆艇不够 所以96年那个时候 我们并不是很担心 有大军能够上岸 那自从滚装货轮 现在解放军自己有4万吨级的这种 这种类似的两栖攻击舰 它可以放那个快艇 那个气垫船的快艇 也可以放战车 火炮 那是4万吨的是解放军的 有大概4条 现在大概是2条 3条 要做到4条 但是最可怕的是 这个渤海湾的民间的滚装货轮 差不多3万吨 2万吨的很多条 这个轮就像挪威海上的渡船 它有好几层甲板 所以它可以坦克车可以开进去 人可以装很多 那它的传输有多 所以将来对台湾做武统作战的话 这个商用滚装货轮是必然的用的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它这个不能够在沙滩上直接抢滩 它一定要最好是得取港口 码头上下泄那就快了 那沙滩上要登陆呢 那只有用二次大战以前叫做活动的佛屋 跟这个临时架的这个 像码头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们还没看到它有在做试验 但是一般来讲武装饭台的话 它定是海空军先把我们的雷达 炮兵阵地了防空武器了 反舰飞弹要清干净 这些东西才会来 但是这些东西一来就不得了 就是大规模的陆军装甲部队炮兵 后勤补给弹药就上来了 因为它的酬带量很大 它几层甲板它可以放很多部的战车炮车 还有加上陆战队 差不多一个民用的滚招货轮 就可以带一个银的步兵 加上它的装备甲车之类的 那四万吨级的那个那就大了 那个就装的东西更多了 还有再加上它的武装直升机 可以用像小航母一样的那种 就上面有甲板的 那个加上它飞的距离远一点的 武装直升机上来 那就解放军的陆军就可以装甲 配上武装直升机对付我们的反击部队 那就杀伤力很强 所以面对这个威胁 台湾所有大的港口的封港座位 一定要做好准备 因为一旦港口被拿走 这些上来瞬间一晚上 就上来好几万人 好 不过靳平 我们也有网友就在问 说不是有075跟071吗 075我们看 这是两栖的突击舰 两栖作战的舰艇 071船坞登陆舰 有这些那何需 要运用这种所谓的 民用滚装渡轮船呢 刚刚其实孙阳俊已经讲到重点了 071 075才几艘 对不对 071 075现在是 一个是20艘 一个是50艘吗 所以不够啊 你要登陆到台湾的船团 还有两栖的登陆部队 以及刚刚帅将军提到了 陆军的这个 他的一个运输部队的规模 你要尤其是上岸之后 不管是你从北到南 选任一个登陆的位置 你马上会遭到 这个台湾军队的抵抗 还有这个攻击跟兼击 所以你071跟075 它的确是先进了两栖登陆的舰艇 可是尤其是075 然后吨位也够 可是你的如果不像最近几年 中国的人民解放军 它在下水角的速度照舰的话 你起码071 075大胆的预言 起码各要10艘以上 10艘恐怕还不够 10艘10艘 你要加起来20艘 更何况你在中间发生了什么意外 比如说在这个集敌于半渡 毁敌于滩头等等这些理念 它在这个付诸在战术上 战场上实现的话 你在台湾登陆 你起码要这种10倍20倍于台湾的 本土的兵力的这样一个倍数 要不然你怎么 它至少要上来30万人 你想想 30万人 30万大军 还有30万人吃的喝的用的 那数量很大的 所以当然要滚装船 那台湾要怎么样 会不会招架不住呢 现在你看美国跟日本韩国 都共同在强调台湾要自我防卫 所以真的有事的时候 就是靠台湾加油是这样吗 问题你现在台湾要加油的东西太多了 你要抵抗第一级还能存活 那是什么人呢 你跑到炸了空 空军就起不来 这是我讲了好多次的 有生战力 你200架飞机 你起不来 那就等于没有 空军起不来 海军就很痛苦了 它怎么存活在海港 没有帮忙掌握制空 对 好 那我们这个被消灭了 下面就是最怕的就是它登陆 因为你要同 武统一定要登陆 登陆才能掌握 对不对 要不然你只打烂了这些东西 所以要登陆 那我们的反舰飞弹能存活多少 在俄国周边的日本 甚至是韩国 那么由美国的副国务卿 那么特地跑一趟日本去 来跟这个日韩的官员举行一个三边会议 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 当然也有特别针对俄国的核武威胁 这个相关的区域问题 表达了关切 还有包括像是刚才这个 近平也讲到了 北韩的飞弹试射等等 好 这点这个是不是 帅将军来分析一下 那现在目前他们美日韩 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动作 要怎么看呢 基本上像俄国这个飞行 美军所报导的这个弹道 这个落弹的点 这都是例行的公式 不是什么新发现 真的要发起核子大战的话 不一定走这条路来了 因为最近报导的中共发展一种 飞弹可以在大溪省绕到南边过来 也有一顶 所以真的这样 这是借这个演习来说事的 那这个演习就可以告诉他 日本跟韩国两个小老弟 我以前叫你们好好合作 你们都不听吗 现在新小胖在那里搞 你不害怕吗 那所以借这个机会 能够加强美日韩三角的一个联盟的一个借机说事了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了 核子战争不是少数一发两发 这个就形成了灭国的威胁 这个要打起来就是全面的 所以这个东西 俄国有这个 美国也有 我有看到啊 我也有准备啊 我也有演习啊 我有跑去侦查 这个都是给世界他盟友国家一个安心了 我美国有注意 第二个 你们要注意到北韩 北韩那你就要南韩跟模 更进一步的能够接近 因为前去年 前几个月 日本跟韩国两个始终搞不起来 对不对 那个拜登坐到中间压了 一个会议才开26分钟 去掉翻译的话不到10分钟 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很多政客都是借机借口就来做些事情了 这些东西在我眼里看都是秀了 你觉得也是效果也不大 只是要把姿态摆出来 姿态摆出来 是 借机会说不定能弹出什么东西来 对不对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密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